中广新闻网 最有趣 周日Mr.B 带您关心台湾脉动 每周日下午3点02分 跟着主持人郭志珍 您也是周日Mr.B 各位中广新闻网的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周日Mr.B 焦点任务 焦点话题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郭志珍 各位听众朋友 好快啊 又快要过农历年了 其实中国人在过年 其实特别讲究喜气 在新春的期间 大家彼此见面 总会习惯互相讲上 一两句吉祥话 讨个吉利 一般这堂听的 外乎就是新春如意 恭喜发财 种种种种的吉祥话 那有些人会习惯在后面的 加一句说 年年有余 那用年年有余来表示 祝福对方在未来的一年中 无论是在生活中或者是在财富上 都能够有所累积 不予匮乏的意思 好 那这句年年有余的余字 其实也常会被改写成 以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食用的 那一条鱼的那个鱼字 当成血印来呈现 会这样的 其实这个应该也是跟过去 古人生活的经验 应该有一些相当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在以前 其实我们知道 生活物资比较缺乏的时代 前人总会习惯把食材用盐 用盐 腌制 然后再做成一个长期可以保存的食物 而鱼就是其中一种相当重要的食物了 演变到今天 虽然说普遍经济大致富裕的 已经无需在自己去腌制食物保存 但事实上 很多人还是有习惯性的鹰群古里 习惯在每一年的过年期间 冰唇一条鱼 直到隔年的除夕 再拿出来食用 然后再冰唇另外一条鱼到隔年 象征年年有余 真的是年年有余 为自己跟家人讨一个吉利 好 可见于这项食物与国人的日常生活关系 是非常非常紧密的 基本上应该可以算是 一般家庭餐桌上 最常见的食物之一了 吃鱼这件事 除了因为我们知道台湾地鼠海岛国家 鱼货应该算是丰沛便利之外 其实更重要的是 我们都知道 吃鱼对于人体维持健康元素的摄取 与维护有极大的帮助 因为鱼类除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之外 还有夹带的丰富的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是人体成长过程中所需要必备的一些营养元素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吃鱼可以摄取的营养 甚至可以降低胎固醇 预防动脉硬化 减少心脏病预防骨骼疏松 老人失智等等等等的好处 好 既然吃鱼有这么多好处 那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知道市面上市售的鱼种类这么多 除了台湾产地的鱼之外 实际上我们还看到大量大量的进口的鱼类 好 这么多的海鲜这么多鱼货 您知道该如何挑选才能吃到营养 还能够吃到新鲜跟安心吗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趁着年节将是 就跟大家来谈谈吃鱼这件事情吧 到底该如何吃对鱼 吃出健康 挑对鱼 做好料理呢 在节目中我们很高兴邀请到 是康县小姐的副主编 林慧晨小姐在节目中来跟我们谈谈 吃鱼怎么吃才对胃呢 你好 慧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慧传 台湾人民到底有多爱吃鱼啊 其实根据联合国农粮组织所公布说 台湾每年每人要吃掉将近34到35公斤的海鲜鱼货 位居全球第四 天哪 台湾可真会吃鱼啊 但是我看 在这一期康县的调查报道里面 却有另外一个讯息呈现说 国人这么会吃鱼 但是在国人这么大量的鱼货的消费中 竟然有近七成是来自于其他国家的进口飞产 不是自己的哦 是进口的哦 然后还有一个预警 说如果再这样吃下去 很可能在未来会发生吃不到鱼的警讯 那是这样 对啊 就觉得台湾人这么爱吃鱼 但是吃的都是拿来的鱼 对 其实都是进口鱼 怎么会呢 我们不是海岛国家 我们的渔业的技术 因为我也蛮想问一下 蛮厉害的 如果你不凡熟 或者是你不看网络 叫得出几种鱼的名字 我叫得出几种鱼啊 你最常吃的 好 你这样问我 我就开始回想我最常吃的 是 我最常吃的是无果鱼 无果鱼 白带鱼 是 然后还有那种什么 红薄莲 红薄莲 那我们家比较常吃 还有我妈妈以前很喜欢 做干煎 那种台湾话叫 细胖鱼 细胖鱼 那你们还算是吃蛮多的 对 然后在餐厅呢 我就会叫什么 我们家餐厅还会吃一个鱼 那如果到餐厅去 我大概就会叫其他的 比如说 就自己家里比较少 对对对对 什么鱼鱼啊 鲁鱼啊 或者是什么黑毛啊 是 就是可能以石 以石雕类为主的鱼这样子 大概我的吃鱼的经验是这样子啦 那你吃的鱼还算比一般人 因为我们家 多元 我们家算是爱吃鱼 好 那很不错啊 对 因为现在人 我觉得啦 像我们 随便问附近的人 到底叫出几种鱼的名字 大家大部分 第一个喊出来的都是鲑鱼 鲑鱼 对对对 其实我们家反而少吃鲑鱼 是 因为你们平常就吃个 我想你的比较习惯的应该是 去菜市场买鱼吧 对对对 没错 因为现在大部分买鲑鱼的人 那很多人都是在这个 就是超市 或者是去一些专卖店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卖鲑鱼嘛 你去里面买可能有个好处啦 因为他都帮你料理才切好了 就一片很完整这样子 对不对 没错 因为现在人都很忙 然后又怕刺 大家越不吃鱼 越不懂的挑刺 然后就会觉得说 哎呀 就麻烦了 然后毕竟大家也觉得鲑鱼是好的鱼嘛 因为里面也是有很好的Omega 3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 哎那干脆是吃鲑鱼就好了 其他鱼都不认得 鲑鱼很明显 就是红红的一块 然后都处理好了 很方便又干净 对真的真的 而且那个它又少鱼刺 对 就算有一次中间那个骨头 那个大刺而已 很好挑 然后给小孩子吃也比较 觉得比较安全 对然后又营养也不错 所以其实大部分 我听到的大部分都是 第一个喊出的鲑鱼 再就是鱼 然后平常 如果去那个 一些那个市场上 可能还会有一些鲨鱼之类的 就是说那个 叫做什么 自助餐店 还有一些鲨鱼的选择 然后小朋友的营养午餐 其实我们也发现 里面大部分都是柳叶鱼 因为它也是小小方便 刚好一条可以放进去这样子 然后刺又可以直接吃掉 因为也是不用挑刺 大家还是怕刺 所以原来我们在 一般人在吃鱼 也有偏食的习惯 对 这些鱼都是进口的 真的啊 是 连柳叶鱼都是进口的 我们大概知道了 我们大概知道鲑鱼雪鱼 应该都是进口 因为台湾的近海 是没有这些鱼获的 对 没错 对 但柳叶鱼这种也都是进口的 其实 台湾人其实越来越不懂得吃我们周遭的鱼 尽管我们周遭的鱼种 还有鱼群是非常多的 那 其实这听起来有点矛盾 其实我们的鱼这么多 但是台湾人又不会吃 那这些鱼到底去了哪里 是哦 对啊 第二个是说 那既然这么多 那台湾人又不会吃 那为什么鱼又越来越少 就是觉得说 哎 怎么 这些事情 这听起来 怎么好像有点 那个冰土好像凑不太清楚 对 两个矛盾点 第三个矛盾点 我们刚不是说台湾已经是第四大吃鱼国家吗 我们都吃了什么东西啊 对 我们吃了就是进口的 对 那回答前面那两个矛盾的地方 其实我们就是要回到说 台湾人到底是怎么吃鱼 其实台湾人现在就是 这一环一环是相扣的 就是因为吃太多的进口鱼 所以大家越来越不懂得吃台湾近海沿海的鱼 但是呢 渔民他们也需要生活啊 是啊 他们总不可能 因为大家都没在吃这些鱼 他就不去补吧 所以他还是一样要照补 但是因为价钱拉不起来 因为没有那个市场 对 因为毕竟就是比较贵 然后又大家就是因为都去吃别的嘛 所以他价钱也拉不起来 所以这些鱼他就变成 他就没办法去挑 挑说我一定要补大的 因为他就他必须要多补 他才有办法去因应他的这个工钱啊 因为现在有很多那个鱼工的那个鱼民嘛 就是鱼工这样子 对他必须要付每天就是那个鱼船的钱啊 是 油钱啊 鱼工的钱啊 这样 所以其实这消耗也是非常大 所以他们还是必须要一直去补 那补到的鱼就是大小都有 那去了哪里 去哪里 他补上来 他总要销售吧 是啊 但是你刚刚说我们台湾大部分的人 都还是吃比较简单的进口鱼 那我们自己进海博的鱼去哪了 是 他主要就是比较大尾的 他可能还是会卖给一些餐厅啊 老韬啊 或者是知道 怎么去选购的这些人 所以藤统市场还是有一些啦 还是一些通路啦 对 再来剩下的很多 就变成说他们随时是不分产剂 就是不会在他最适合的时候补 所以他会补到一些小的 或者是比较不好吃的 因为他不是在最肥美的时候去吃 他会补到一些不好吃的 不是当剧的 对 大家也不想吃 那最后就是 大家都说那种叫下杂鱼 那样子的鱼就会被打入飼料 变成鱼飼料 变成鱼飼料啊 对 连罐头都还轮不上啊 都变飼料了 罐头也是一部分 但是因为罐头的那个鱼种有限 可能就只有青鱼啦 或者是就是只有几种 对对 你提到青鱼 青鱼就是不错 因为我们家也常吃青鱼 我们习惯称它叫回徽啊 回徽是 回徽或是北宝 是 就是花腹青跟白腹青 是是是 大的青鱼 这样就是大品种的青鱼 那青鱼台湾的沿海也过去也是非常多的 但是最近也是这两年一直有新闻说 其实越抓越小 越抓越少这样 那其实也是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恶性循环 因为就是价钱拉不起来 然后他们就变成说 要把这些青鱼要多抓嘛 那就变成大的小的都抓 那小的就拿去做那个罐头啦 或者是再再差一点的就拿去做鱼饲料 OK 然后就变鱼都长不大啦 真的哦 所以这样恶性循环之下 我们就可以解答出 为什么我们的沿岸的鱼 其实越抓越少 而且越抓越小 而且种类根据邵广赵老师他们的研究 种类也越来越少 真的哦 对 从100多种 剩下30种吧 所以我们不吃鱼 我们不吃自己近海的鱼 事实上不见得会让它产生物种消灭 但是一定是因为其他因素 比如说捕捞基数的问题 或者是其他问题 不然为什么物种会消失呢 其实当然它是多重的原因 这个只是其中一种 那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漆地改变了 那因为我们人类去介入的关系 那我们的沿岸 这个海岸可能会有些变化 例如说我们去天海造陆 那整个内区的区域的生态就已经改变了 那还有一种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这个鱼捕捞的技术也是越来越好 所以它可以捕效率会越来越好 所以说越抓越 越抓越多 这是一网打尽 虽然现在政府 其实当然约束这边 会定一些进补的时间 就是某些时间 它在休养生息的时候 你不能去补的 也会有一些统计说 你这艘船里面到底补了多少 是剩哪些鱼 但是我们还是很难避免 很多的 就是夺牢的 或者是想夺牢 这种也是很难抓得完 所以整体的一些 当然加上这大环境 气候也是有变迁 整体的状态之下 其实就是沿岸的雨中 就是越来越少 过去其实多年前 就已经有联合国的专家 就是科学家 他们在预估 大概在2048年 全球就没鱼吃了 2048年 所以在30年就没鱼吃了 对 可能那个时候 我之前听到的是说 那个时候 大家只有一种海鲜可以吃 是什么 叫做水母 对 因为很多水母都是鱼在吃它 鱼都没了 大家就只剩 所以它就没事了 它就没事了 对 长超多了 大家就只剩水母可以吃 OK OK 所以呢 其实我们现在 就是在想说 这样要怎么办 这个解方会是什么 其实如果就个人层面来讲 当然我们这个解方 是非常有限 就是说个人可以做到的事情 因为这毕竟是大环境的事 对 但是我们想要倡议的是 好好吃鱼这件事 哦 是 那好好吃鱼就是 把每一条鱼吃到它的极致 然后呢 尽量去吃台湾的鱼 OK 对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那我们不是鱼很少 为什么要尽量吃台湾的鱼 对 其实就是 因为我们要强调说 你在适当的时候吃 然后把每一条 就是真的吃下去 而不是让它沦落到下炸鱼 OK 沦落到饲料 其实吃鱼 你刚刚这样子的观念 就跟我们常常在提倡的说 吃在地当季的食材一样了 是 对不对 没错 就是鱼也是一样 鱼它也有受它的生长期 对不对 好 那据说 其实你刚提到说 我们的鱼货量的下降 真的是 因为根据农委会的调查统计 台湾近海沿岸 总鱼货量过去十年来 是每年下降 它一个新的资料说 2016年相较于2006年 这十年 短少了23%到25% 所以真的是 真的在下降 越来越少 好 那如果说 或者你说 那国人爱吃鱼 真的是事实 但是我们又看样子 真的不太懂鱼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认识鱼 当你不认识鱼 你就不知道要去买它 因为你不认识它 不知道说 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过年期间 到底该吃什么鱼 是我们近海 可以捕捞 买得到最当季 最肥美的 我不知道 我是一定不会买它 所以 如果我们要提倡说 大家尽量吃当季的鱼 自己近海的鱼 那应该要教育消费者的事 要先认识鱼吧 那台湾到底有哪一些鱼 是值得我们 应该就是吃这样子的鱼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到节目中 我们请汇春来介绍一些 我们自己台湾 近海 在地的好的鱼 给大家认识 我们认识鱼之后 当然就知道 该如何吃它了 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到节目中 我们继续聊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